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它独有的外形和庞大的川气区 形成了地球上乌于轮臂的地理器官 黄土高原 当人们站在这高高颂利的山貌间 手捧一把包含沧桑与香愁的黄土 就仿佛触摸到了古老民族延续千年的根脉与金骨 当千构万赫的一道道山梁 呈现出令人震撼的粗犷与豪迈 一个个个迷一样的问题始终营绕其间 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自然力量 塑造出了眼前波澜壮阔的黄土奇观 在它苍茫雄浑的外表下 又隐藏着多少难以寄开的奥秘呢 对黄土高原的关注和研究 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 1870年一位旅居中国多年的德国学者 在一次前往黄土高原的考察途中 突然遭遇到了沙尘暴的侵袭 当来自西北的狂风卷起黄沙 在天际边怒吼 一直盘旋在这位学者脑海中的 黄土高原成英之谜 仿佛瞬间得到了启示 那一刻他深信 眼前这片壮美广袤的黄土高原 一定是千百年来远方的尘土 在西北风的作用下被吹到了这里 再经过漫长的地质年代 最终堆积成一排壮阔灰红的景象 这边有着传奇经历的学者 就是写就了中国这部剧著的德国地理学家 李希霍芬 而他对中国地学界最为重要的贡献之一 就是黄土高原成英中的封城假说 那么李希霍芬的封城假说 是否真的就是黄土高原的成英呢 八十多年后 一位叫帕弗林诺夫的苏联科学家 对此提出了质疑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中国地质事业刚刚起步 帕弗林诺夫以专家身份 被派往中国协助建设 在惊叹与黄土高原 齐绝的自然景观的同时 他对沿途洪水晃滥的黄河 印象尤为深刻 借鉴对福尔加和洪水的研究经验 帕弗林诺夫提出 远古时期的大边际洪水泛滥 裸显了巨量泥沙沉积 经过水和风的共同作用后 逐渐形成了 如今微微壮观的黄土地貌 这便是黄土高原成英中的水城假说 黄土高原是世界上最大的 黄土堆积区 关于它的形成和堆积之谜 一直为全球科学家们 所关注和探究 然而 风城和水城 究竟哪个才是黄土高原的 真正成英呢 由于这两种假说 都缺少坚实有效的证据 难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因此争论始终相持不下 随着时光流逝 这部由黄土堆积成的五字天书 成为了难解的自然之谜 正在静静等待着后人前来解答 不久 一位来自中国的年轻学者 决定挑战这个百年来的 未经之问 面对地学前辈 在这片荒原野岭间留下的科学足印 这位从未留过洋的 土生土长的地学人 但如何踏步前行去读懂黄土天书里 所蕴含的特殊奥秘呢 在北京中山公园内 坐落着著名的九坛之一 设计坛 设计坛四方的土坛里 盛放着五种不同颜色的土壤 他们寓意着我国辽阔多彩的疆域土地 以及来年的五股丰登 居于核心中央的 便是来自高原上特有的黄土 然而 这棚诞生和延续了中华农耕民族血脉的土壤 既是希望的象征 也是苦难的根由 黄土质地松软疏散 即一受到流水的侵蚀 当黄河从高原深测奔涌而过时 往往会裹挟黄土 制造出惊人的水土流失量 于是寻找黄土的来源 即研究它的堆积特性 成为了探查水土流失原因的第一步 1953年 适逢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 为了遏制黄河泛滥 解决黄土高原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 国家组织了一支科学综合考察队 来到了黄河中游地区进行地质考察 队源中有一名干将 他就是后来为研究黄土付出一生的 刘东升 那时的刘东升正值壮年 处于科研生命力最为旺盛的时期 他生于东北 长于天津 青年时期毕业于西南大学 在调往黄土高原的任务下达后 刘东升怀揣着那个年代 科学工作者特有的爱国情怀 正是踏上了探究黄土天书的征程 这里是河南省三门峡市的彗星渡口 悠悠河水 茫茫苍山 千年古渡 默默地安守一遇 六十多年前 科学考察队进驻的大本营 正是位于这里的一处村落 这块你装的是谁我装机啊 这块装的是我 这是三门峡市高庙乡的 一个叫做唐蛙的村庄 我这是这一块是 传统的乡村文化 古朴的田园风光 以及村中生长千年的古柏树 都吸引着众多的旅游者 保存完好错落有致的土窑洞 也成为画家笔下的钟爱对象 当年在这一带考察的刘东升 也对这些窑洞产生了浓厚兴趣 并留下了珍贵的素描笔迹 在这位从未学过专业绘画的地学人笔下 画纸上的山野粗犷而又极富乡土气息 窑洞隐约可见 那么刘东升为什么会对窑洞 如此感兴趣呢 当年刘东升所在的考察队 是由不同学科多个专业的人员组成 而他所在的地质组研究重点 是黄土的形成与堆积 当刘东升第一眼看见 这一排排原生的窑洞时 他不由得对这种不利良柱 不设砖瓦 仅仅依靠黄土支撑 就能在断崖面上开造窑洞的方式 感到惊叹 更让刘东升感到好奇的是 窑洞建造的竟然很有规律 呈现出上下层层分布的格局 这种有规律的排布 是否和黄土的形成与堆积 有所关联呢 通过仔细观察 刘东升注意到 窑洞旁以及沟谷里的黄土铺面 居然是不同颜色的土层交替跌幅而成 有的颜色偏红 有的颜色偏黄 为什么都是黄土 却有着不同的颜色 它们又为什么分布在不同的层面呢 在观测和实验中 刘东升发现 黄土之所以变红 是因为土里的含铁矿物 经雨水淋洗氧化后变红 与此同时 土里的碳酸钙 又被雨水裹挟着向下冲 在红色土质的下方部位 积淀成钙结合 俗称料浆土 它相对坚硬 因此红色土和钙结合层 成为能抗压的重要的支架层 被乡民用来作为窑洞的天然屋顶 从而形成了红色部分建造屋顶 黄色部分开造窑洞主体 一层层上下分布的建筑格局 将野外所观察到的地质现象 用绘图和文字 一点一滴认真细致地记录下来 是刘东升延续了一生的工作方式 这些详实的野外记录 可以帮助他更为深入地分析 野外地质现象 出入黄土高原 看到由黄土建造器的窑洞 及黄土内部结构 这让刘东升敏锐地意识到 黄土高原 这部《五子天书》里隐藏的奥秘 却非外表简单一个黄 所能全部涵盖 要探查它更多的秘密 就必须由外境内的 一点点走进它 那么这座外表如此庞大的地质奇观 是如何形成今天的模样 要回答这个问题 刘东升需要首先跨越两道门槛 它们分别是 当时地学界相持不下的两大见解 水城假说和风城假说 由于上世纪五十年代 我国在地学研究方面 需要借鉴苏联的经验 因此帕弗林诺夫的水城假说 就成为了那时解释黄土成因的 重要假说之一 根据帕弗林诺夫的理论假设 如果黄土是由洪水冲击而成 那么冲击下来的洪击物 就应该主要局限于山前地带 且分布较厚 随着水的流速减弱 距离山前越远 厚度就会逐渐变薄 洪击物的成分和地层结构 也会相应发生变化 然而刘东升在黄土高原考察时 却发现 无论地形高低 这里黄土覆盖的厚度都基本一致 并无保护变化之分 其次 这里的黄土物质成分 是以单一的灰黄色粉砂颗粒组成 质地均匀 有序排布 并有垂直结理这个显著特点 而如果是洪水冲击而成的黄土 那么土层中的石砂和泥土 就应该是大小不一混合无序的 并且它的结理成水平状态 种种证据都表明 帕弗里诺夫用故乡福尔加河的 洪水经验来推到中国黄土高原的形成 显然并不相符 另外 他还需要面对一个极为不利 且完全有维罗纪的现象 那就是在海拔两千多米高的太行山上 也有黄土出现 如果真如帕弗里诺夫所说 洪水得需要多大的力量 流速和频次 才能冲上高高的山顶 并最终留下痕迹 显然 过携着厚重黄沙 他向前奔走的河流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 威威大山就像是溢立于天地间的自然证人 用无可辨博的证据冷峻地否决了水城假说 那么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 封城假说又是否沉溺的 刘东生发现 用封城假说来完全解释黄土高原的形成 似乎证据也并不充分 因为狂暴的西北风 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才能最终堆积出如此庞大的黄土区域 这里的深层原因又究竟是什么呢 鼠热进退 秋意正浓 黄土高原再次进入了忙碌的秋书季节 广袤的黄土园上 高原特有的农作物桥麦喜获丰收 就是在这片土地上 曾经的水土流失 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造成了极大悲害 为了解决水土流失的问题 当年流动生育考察队不同领域的科研人员 在土壤 地质 水文 气象 林液等方面 做了大量科学考察 而寻找封城家属的证据仍然进展不多 和乡民们吃住在一起 刘东生深深深为这里水土流失带来的贫困而伤怀 也被乡亲们的朴实真情所打动 在卡笔记中他留下了这样一幅画 这幅画的背后有他一次难忘的经历 刘东生喜欢绘画 爱好摄影 晚年还用录音机记录下他考察途中发生的故事 我父亲一共录了44盘录音带 他干什么事都非常认真 他每一盘都标得特别清楚 时间 内容 后来我们在看的时候 非常的方便 在刘东生留下的树实盘录音中 我们找到了他回忆那次经历的片段 有一次我们在住了几天以后 我们就要走了 听着外边敲锣打鼓的声音 村里的老乡要送你们考察队 你们这是给我们农民够福利 搞随度保值 几乎大概是每个人手里都挂一个篮子 有的放的鸡蛋 有的放的打枣 这些大娘拿着手不放 下次再来 当时那种情况可以说热血沸腾 就是黄土是值得我们为它贡献去努力的 而我们所贡献的 在研究黄土之前 刘东生分别在古生物研究室和矿产勘探队工作过 当他转行接触黄土后 才发现这个看起来再平常不过的黄土块里 有着太多的温度和谜团 让他渴望去触摸 去探究 刘东生意识到 水土流失与黄土的地质环境密切相关 而黄土的颗粒究竟从哪里来 有什么特性 正是解决水土流失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科学结乱的获取 一位在田间耕作的老农 刘东生 北边的黄土粗沙子多 所以松散不易成形 而南边的黄土颗粒较细 用力抓握后不易散开 很多人都知道这种现象 但没有人追问过原因 当老农手中的黄土在空中纷纷扬扬散落之时 刘东生寻找黄土成因的思路 也被瞬间打开了 纵观整个黄土高原 只有一种力量 能横观每一个角落 那就是百万年来呼号不绝的西北风 如果黄土颗粒从北到南 粗细差异普遍存在 而且符合西北风的走向 那么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的风诚假说 就是合理的解释了 但是李希霍芬只解释了黄土的原始物质 是由风力搬运而来 并没有对搬运过程 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因此难以成为一种理论 刘东生要想在风城假说上 取得新进展 就必须拿出更为有力的证据 和更加全面严谨的科学解释 为此他重新规划了黄土高原的科考方案 在整个黄土高原布置新的任务 考察东西南北向的十条大铺面 为什么要做这十条大铺面 也很有意思呢 你否则的话就是等于 虾毛碰到十号的时候 我今天找到这里一个铺面 明天找到那里一个铺面 可能也可以 但他在全盘的把握上 有了十条大铺面 他就要更清楚了 刘东生带领科研团队 辗转甘肃 陕西 山西等地 历时近一年 形成数千千米 最终将十大铺面 各条路线采集来的 几百份黄土样品 带回了实验室 逐一进行程序繁杂的实验研究 在黄土高原上 进行了艰苦漫长的采集任务之后 几百份黄土样品 等待着科研人员 逐一分析 这对刘东生和他的团队来说 将又是一项 无比艰巨的任务 那么深入到这些 表面质地均匀的黄土颗粒内部 人们将发现怎样的奥秘呢 刘东生又能否 找到最终的答案呢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 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 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